王一博一席黑色西装登上华表奖红毯,手插口袋帅气十足。 近日,王一博出席华表奖红毯,身着中式力领西装亮相,风度绅士,或评委一致好评。 王一博亮相华表奖,身着中式力领西装。 他选择了修身的服装搭配发型,展现出更加优雅的形象。 这套服装非常适合隆重场合,让他显得更加自信。 此外,王一博还穿着一件红色风衣,在红地毯上格外引人注目。 他身穿礼服,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 黑色领带和白色皮鞋的搭配展现了优雅和正式相结合的风格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能感受到他对这次活动的充满信心。 王一博身着黑色西装亮相华表奖红毯,右手插兜,身是风度尽显。 不论在电影还是生活中,王一博都展现出极大的优雅。 他不仅举止得体,还善于运用微笑和手势表达情感。 在与他人交流时,他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传达自己的思想,使他更能理解对方。 当然,并不意味着王一博没有任何缺点,只是相对而言,他擅长利用多种方式展示自己。 此外,他也喜欢通过各种渠道展示自己独特的一面给大家观赏。 电影中的王一博形象多变,不论是在发布会还是红毯上,都展现出独特而优雅的魅力。 他身着黑色西装出席华表奖红毯,双手插兜,尽显身是风范。 当主持人询问有关电影角色的问题时,他大胆回答我只是一个演员, 展示对自己演技和影片质量的自信。 面对泰被指抄袭和媒体的质疑,王一博坚定站出反驳,是吗? 我们来看看视频吧。 彰显对质疑者的不屑和坚定立场。 此外,他经常穿着西装出现在各种场合,如发布会和颁奖典礼, 展示出更自然和年龄相符的形象,而不再刻意扮闷。 颁奖典礼结束后,王一博与嘉宾们合影留念。 这次合作为他们再次相聚提供了机会,并为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王一博在华表奖上的亮相与以往不同。 他身穿中式丽领西装,这套服装既正式又异于搭配不同的造型和颜色。 西装的剪裁得体,整洁干净,非常适合参加红毯这样庄重的场合。 中式丽领西装还展现出良好的光泽和质感,让人看起来更加自信和优雅。 虽然红地毯并非男士的首选,但穿上它来增天时尚感,也能展现出非常优雅的风度。 作为新一代偶像明星之一,王一博一直备受人们关注。 这次他再次出演国际性的舞台剧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,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,也让大家看到了他优雅高贵的一面。 王一博作为新一代偶像明星,一直以来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的演技精湛,能够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们为之动容。 此次他再次出演国际舞台剧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,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魅力。 他的演出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些年的青葱岁月,勾起了人们的回忆和情感。 与此同时,他所展现的优雅和高贵也令人赞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